接著我們再來看一題立體 當然這跟前面一樣啦 就是給一個電路 然後求電壓求電流求電阻 就這樣做 那只是可能圖形比較複雜一點 囉嗦一點 他問你呢我要求的是安培計的 就是所謂的總電流 然後我要求AC 就是左邊2Ω的電壓 要求B珠就是右邊 3Ω的電壓 然後還要求I1 I2 I3 就是這個必連電路的那個 2Ω3 5 6Ω的電流是多少 OK 第一要求是安培計的毒素 安培計的毒素就是所謂的總電流嘛 那如果你要求總電流 要代公式V等於IR 就要代什麼 就要代所謂的總電壓 就要代所謂的總電阻 那這上面 每個電阻都知道 你就有辦法可以求出所謂的 總電阻了 每個都知道嘛 那有三個要併連的 那有三個要併連的 就是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加六分之一 等於R分之一 串串R就等於1Ω 然後這裡中間這裡開始1Ω 然後1Ω跟左右的2Ω3Ω是串聯 串聯的時候要怎麼樣 加起來 所以總電阻叫做6Ω 好我有總電阻6Ω 我有總電壓叫做36Ω 我們總電壓36Ω 所以88888 然後帶進去 就變成 所以就是 對不起我們剛才在這裡 剛才算是6Ω 剛才這邊算出來 我們算是6Ω 剛才算出來是6Ω 就是在總電壓總電阻 總電阻求出總電流 然後呢現在求出的是2Ω的那個電壓 那講過了V等Ir要算2Ω的電壓 就要帶2Ω的電流 就要帶2Ω的電阻 那2Ω的電流就是總電流嘛 串在一起總電流 所以電流我剛才算算是6Ω 然後電阻就是2Ω 所以再帶一次V等Ir R等I分之V 然後一樣就算算12Ω 那同理 右邊的3Ω一樣的做法 這個算算叫做18Ω 所以我們就算出來左右兩邊的電壓是多少 你就有了 最後它也算的是I1、I2跟I3 I1、I2跟I3 做法也要很多種 有一種做法就是我們前面在講 那個立體8的時候說過的比的方法 你那個6Ω的電流流進來 分到2Ω、3Ω跟6Ω 就是個病連 病連電壓一樣V等Ir 所以電壓一樣的時候 電阻跟電流會成反比 所以它比就是2分之1比3分之1比6分之1 然後呢通分以後再化解變成3比2比1 3比2比1 然後呢就會有比例 進來分成6份 一個分3分、一個分2分、一個分1分 然後你就知道多少 就是用比的話做的 也可以 就是爽按把找到2Ω的電壓 再帶一次V等Ir也可以 那2Ω的電壓怎麼做 總電壓知道嘛 左右剛剛算出來過了嘛 那串在一起要相加嘛 就把它撿完就會了 所以我要用這邊的電阻跟這邊的電壓 那麼病連電壓是這邊多少咧 那塊多少咧 講過了 病連那塊跟左右兩個串在一起嘛 串的時候呢 電壓要是相加等於總電壓嘛 所以呢 就是 36就是等於 剛剛算算了12跟18 然後呢 還有一個中間不知道x 然後你就知道算出來 它答案就是6V 所以病連電壓就是6V 那病連的時候 總電壓跟分電壓一樣 所以每個都是6V 那我就曉得了 那上面的每個電阻的電壓 那我也曉得上面每個電阻的電阻 那我就可以帶進去V等於 I啊 我帶進V等於I啊 算完 I1是3A I6是2A I3是1A 就算出來了 就是我們的做法 OK 這個做法 所以 基本上就是我前面已經跟各位說過很多次的話 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基本方式就是兩種 第一種 帶V等I 記得算什麼 帶什麼 第二個 就是利用病連跟串連的公式 我們前面背過的電壓的病連串連 電流的病連串連 或者是電阻的病連串連 公司去求的 基本上就是這兩種過程 反覆的運用而已 這就是我們的立體石 OK